民生话题短午廉价即将到来 有民众准备带孩子南夏丸 跟高雄一间酒店订了房间 却被业者取消了 人一是饭店不能够带十岁以下的幼童入住 让民众气架了 上网po文直呼很瞎 没想到反而引来了网友踏乏 多数人都觉得饭店原先就有明确这样的规定 并没有不合理 走进房间宽敞的床铺 完整的设备 拉开窗帘落地窗设计 整个港都美景 禁收眼底质感百分百 但如今有民众想入住 却被打仓 气得po文抨击 饭店很瞎 写下原本想趁着端午廉价南夏高雄玩 结果却订不到饭店 原因是不能带十岁以下的幼童入住 po文一出 没想到引发网友一片岛留言 多数人认为饭店根本没有错 说是饭店明明有说明 很多商业饭店也都有这规定 其实可以事先上网看或打电话询问 不行就换别间 甚至有人看完客服的对话 认为po文民众一口气要求饭店准备各种 婴儿用品才不合理 饭店他们是为了提供一个比较无忧的环境给顾客 每一个饭店他都会有针对不同 想要锁定的客群 实际上网查询 饭店确实在订房须知明确标明 还用红字特别附住 紧接待年满十岁以上的贵宾 而订房认知有差 当时饭店也出面回应 那事后也有像贵宾稿知这一笔订单 我们可谓其取消而不收任何的手续费 为了避免这种呢 还有待解释 解清楚会比较好 欢迎十岁以上 但是十岁以下素难接待 最后业者提供免费取消订房 但恐怕下回出门完订房间 民众还是得先上网查询 做做功课 避免让误会坏了出流性质 接着吃不吃食用 刚刚吃不到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